网上结识的四人 决定搞一件惊天大事 四人最终改变计划 却又突遭变故 这要是没转的话 我也不敢解决 当时就没想过 四个人按不住一个人 各自心怀怀一胎的四人 预谋的计划最终能否成功 夜线即将为您播出 抢劫荒诞剧 I C I P I Q 报告 匆匆告诉我密码 报告打结的 没有IQ 卡 决点 向出来 他怎么没有 我有IQ 你没有 IQ是智商 智商什么东西 哪哪哪呢 智商是脑子 真笨 他说你没脑子 严肃点 严肃点 不许笑 你这咋严的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 夜线节目 我是张月 刚才那个是电影 天下无贼的片段 一个非常好笑的场面 但实际上抢劫是重罪 团伙抢劫是更严重的罪 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团伙抢劫案 你怎么越看就越想笑呢 我要带大家认识四位 非常奇葩的犯罪嫌疑人 还人 书里来龙去脉 家住辽宁沈阳的孙某 这天在QQ群中 发现了一条信息 很快就有人回复他的信息 回复孙某的人 声称自己有发财的路子 他与孙某见面后共谋大计 这下可怕孙某乐坏了 原来孙某在离婚后 独自带着孩子生活 经济并不宽宇 甚至连去投奔这位贵人的路费 都没有 而面对经济窘困的孙某 此人立刻慷慨解囊 通过微信红包的方式 先后给孙某转过去数百元 叫他先从沈阳城飞机到上海 再换乘高铁到达无锡 结果这个印象 用我的话说 就是稍微有一些 得得一点 但是有感觉他人还不坏 我和你怎么有点想 他说的挣大钱 他说能挣个几十万 甚至一两百万 那么这个人是谁 他又有什么样的发财之道 能够一次挣到一两百万呢 原来回复信息的人姓江 他和孙某所说的 发财大计是要去捷运超车 我就是看到人家都有 同年人都发达了 都住上好的房子 开着好车 我挣钱我也着急了 我相信他了 我就来了 来了他做什么 我就听就说了 我就抱着这么个心态 我来了 可当两人见面后 却觉得人手不够 无法做成这件大事 于是他们很快 又以同样的方式 从网上招募了 无业人员黄某 以及赵某 当时就是说是 网上是找那个 赚钱的路子吧 对吧 然后说是 一看到这个群了 说是有国嘛 我赶不赶看 我想我只开车 应该每个大事 这样就串进去 对于赵某来说 这是一个低风险 高回报的肥差 但是就赵某自身而言 还是隐隐地有些担心 当时去无锡之前就代表 我觉得他们不相好 没代表他们真的 当四名互不相识的人 在江某了老家无锡拒绝后 四人就开始着手 下一步的计划 但是由于他们都不愿意 透露更多的个人信心 于是四个人 并互相取了外号 称呼对方 这次出来 一是通过实战锻炼队伍 要团结 我们上次我江某都叫老板 因为我们吃住都是他花钱 所以他都拿自材都拼他 所以很自然的 就管他叫老板 我好某就当兵的 因为那个哥某有点微胖 我就叫他胖子 对什么称呼 文章姆叫雅兔 为什么叫雅兔呢 因为他长得像橘子 比较女性化 我们就看完像文章家伙 手机上面 你这件手机纯的名字 也是这么纯的 虽然他们四个人 互相有所提防 但在向其他人 介绍自己的时候 也不免自我吹嘘一番 三个人见面 肯定要吹牛 提早一件 我在他心目中 这边都在那刀看完一眼 就介绍就是哪里人 然后以前干过什么 但他们就是能说 觉得我是有能力 做人事的 而此时 江某则声称 自己是有过前科的 虽然其他三人并不知道 他具体背叛过什么刑 但是江某大哥的地位 已然是确定的了 就是告诉他们是说 怎么说呢 就是有一定的经理 就是不会说是 林郑退出这个项目 最终四人达成约定 正所谓英雄不问出处 只是为了同一个目标 大家就干一票大的 而此时的孙某 就来了精神 说到弄把枪 因为江某是当地人 其他三人的吃饭住宿等费用 都是由江某提供的 所以这个买枪的任务 自然也就落到了江某的头上 其实我跟王某其实说 想的是不需要买这些药物 但是孙某 那就是要求我们买 而且就是 而且就是要求买的 还不止一个 就要买三个 他一天就是在网上找吧 他觉得就是 能不能找到一个卖的 知道 所以在网上不会找 孙某坚持买枪的做法 一下就给刚成为大哥的江某 来了个下马威 而刚刚树立起威信 不愿意 在搞枪的问题上 跌面的江某 则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 我就说没有枪 我说我这边 想办法给你搞个 就是 雷管 很快 江某就从外面 拿了个塑料袋回来 并声称里面装的是雷管 雷管 就到边管这里买两个 那种穿铁猴 然后两个一绑 把招呼一绑就这样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雷管 就是 大概这么长 然后有 鸡蛋出 两根 用一个黑色胶带 砸到一起了 不行 重也不重 跟暴风过来差不多 就觉得能够暴风了 这样是雷管的话 我也不敢解释 知道 当这个所谓的雷管 摆在众人面前时 四个人却再也没有人提及 炸运钞车 抢劫百万的大事 就在众人不知下一步如何进行时 姜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川普说他认识一个朋友 是公安局儿子 说他家贪婪能够钱 然后就说希望进去把钱给偷出来 但是他是这么说的 然后就由我负责开车 然而事情的发展 却没有像姜茂当初想象的那么简单 在自然商议如何进入小区时发现 那个小区的安保措施很完善 到处都有摄像头 查过来小区 他说太难了 而且不知道怎么进去 觉得太难就没有做 然后就是 然后就直接 周园一直想不到做什么 就他江湖说的 说的 再上随机找一个 最终私人觉得上海离着比较近 又是个大都市 富豪特别多 只要开豪车的人 就肯定特别有钱 于是他们四个就决定 来上海劫持开豪车的人 在我印象当中 上海应该说是比较滑滑的地方 不至于坐都坐了 不至于空滑滑 就是这个想法 坐都坐了 说聪明 就是有个 就是其他做案的人 就是强了 他说是人结果身上 谁是几块钱 因为这种可能有小伙伴 于是四个人再次改变了计划 并且购买了电棍水果刀 胶带白酒等做案工具 而在出发前 他们却选择去了趟苏州 后续的他也想好 他本来本身说怎么洗钱呢 把我们把强盗的那种 经常拿刷出来 钱刷出来的话 他已经找到这种刷钱的人 是他联系到的两个人 原来孙某提出要找洗钱的人 才能够把他们抢到的银行卡内的大笔资金取出来 可是当他们见到这两个人后商讨的结果 却令所有人大失所望 用金点数啊这种东西都强不住 就是我们冒着法律的危险就是被抓住的话 就是用这些的话说是十年以上都住牢 换回来好不容易换了几十万 被人戳走了个五分之一四分之一的房屋 成为不得益啊 就是你啥都没看就是这个点数没强楼 虽然生意没有谈成 但是孙某的这一做法得到了江某的大加赞赏 同时江某也提出了一个规矩 于是四个人在做好了明确的分工后 就从无锡驱车前往了上海 可是由于他们对上海的路况并不熟悉 到了下午他们都没有找到 合适的作案目标 我们在上海是转了蛮久了 几个小时了 当时就是反正说肯定要干的啊 他跟我们说是 然后当时孙某就是说 你们不干了他肯定要干了 然后反正一步干了把它第一个上去 当时如果说遇到被他 他第一个冲上去把人弄倒 我跟黄某两个人就是把被他抬到 就是车上然后我一遍的地方就是 把密码跟银行卡抢到之后 然后当时抢到之后就是把被他人 就是控制在车上 然后我们把这取得最多 追溯探寻人性真相 观众朋友正在播出夜线 买枪 买雷管 炸运钞车 抢银行 至少抢他一百万 干票大的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大的呢就不断地缩水 雷管就变成了去鞭炮店买窜天猴 一个暴力恐怖片就变成了一个喜剧片 这四位大哥的不靠谱还在后边呢 您接着往下看 2016年12月19日晚 家住上海市共和新路附近的徐某 像往常一样将车停好后准备回家 可他刚一下车就感觉有些不对劲了 就在徐某迟疑的一瞬间 一把明晃晃的刀子 已经抵在了他的胸前 就在徐某与持刀者进行周旋的时候 又有两个人冲向了徐某 于是徐某一边奋力 与持刀劫匪进行反抗 一边大声呼救 而实施抢劫的劫匪 正是之前从无锡驱车 来到上海的江某等人 原来在上海转了一天的他们 终于在傍晚时分 发现了一个停满了豪车的停车场 并最终决定在这里守株待兔 寻找下手目标 而准备停车回家的徐某 恰巧就成为了江某等人的目标 徐某里的飞海人停车位的 前面三四米 两三米 他本来坐在收海人停车位的花坛上 就是绿花在旁边坐在那里 后来停下来他然后就站起来 走了两三米 那个时候就是上去死了以后 我就说收海人了 此时看到了孙某的事宜 黄某就第一个持刀冲向了被害人 也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徐某 是我看到他黄某跟收海人 扭打在一起了之后 我上去跟赵某两个人上去帮忙了 就在江某和赵某 想要上去帮忙的时候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徐某丢下了手中拿着的手机 反而和黄某抢起刀来 被人把刀抢过来 然后拿着刀搬走就 把黄某刺上了 划伤了 也想了 看起来就是 当时黄某也穿在一个比较薄袋 就是春秋山 已经有血 已经渗出来了 这边一半是无血了 当时就没想过四个人 真的按不住一个人 觉得十二九五的事 这都需要那个的嘛 就是两个人打架 真的打架的话 也就半斤八两 这何况是四个人呢 面对这一突发情况 江某等人顿时晃了手脚 而此刻听到吵闹声的人们 逐渐聚拢了过来 我说的时候算了吧 走吧 他就去说 那在这种情况下 三名嫌疑人这个时候 就有点惊慌了 这个时候其中的一名嫌疑人 就是我们讲最后一名嫌疑人赵某 就把地上的一部手机就当时被害人 抛去这个手机捡起来 三名被害人 三名嫌疑人开始逃跑了 就在江某等人仓皇逃跑的时候 他们并未发现 一同来到上海的疫情四人中 此时已经少了一个人 那么这个消失的人究竟是谁 他到底去了哪里呢 原来就在徐某被江某等人 抢劫的同时 上海市经安区派出所 也接到了这起抢劫的报警电话 而电话的另一头的报案人 正是同江某一起来到上海 准备实施抢劫 并且随后消失了的孙某 原来在抢劫一时 孙某就躲在暗处四季逃跑 而在遭遇了被害人顽强反抗后的 江某等人 也是在仓皇逃跑后 才发现和他们一起来的孙某 早已不知所踪了 我上水之后就那一句叫他 我感觉因为当时江某叫过他 叫他过来 我感觉他应该还是车在那边 反正没看到哪一个叫暗 就是他有个人 就是害怕了吧 就是把自己战争逃跑了 对不对 我们打电话给他 也不是为了找到犯账 什么东西 我们只是想确定 打电话我问他 确定他走没走掉 可是他们三人做梦 也没有想到的是 此时的孙某 早已经坐在公安局的审讯室里 并且积极主动地交代 整个抢劫计划的来龙去脉了 要不要接 我们这个定位他们把他们抓住 定位他说不用 这是在公安局里这些事 根据孙某的供述 警方在抢劫发传后的第二天 就将逃窜到浙江嘉兴的江某等人 抓捕归案 当时因为什么东西也没准备 只是口头说 我就没真想过他们的真敢抢劫 当时 我真就没想到他们能是抢劫那根链 我就没想过他们真敢抢 与孙某自己向警方供述 当初他过来 只是想干点打法律擦边球的事 没有想去犯罪 打法律擦边球 违规不违法 我真的也行 就是这样 那么在你的个人当中 是什么样的 就是要打法律擦边球 然后判断不犯法 我这个印象当中 我认为 只要不是被警察 能被警察抓的事情 就不算违法 我觉得就是不明确犯法 我一点注意都是可以的 这个意思 据孙某交代 后来四人聚到一起后 事情的发展越来越出乎孙某的意料 并且事情的走向 也越来越叫他感到害怕 他拿结婚 要拿五个实验 在宾馆的时候 我就开始害怕他 我长得胖 能否垫倒的话 就能把别人垫倒 而且他最厉害的一点 就是刀兵的听传话 因为我最怕的刀兵 他没事在外面前提提推 打得全正面 他有独猎 两个人让别人 受不住 我就完了 然后那个郑某身上 又有一把刀 黑色的 二十秒钟都不离开 谁说旁边都不宅 他连坐车子都不宅 我最厉害怕 那在这种情况下 当时这个孙某 心里就有点动摇了 他就觉得 有点上了贼船的感觉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 黎叔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整件案件起因是他 就是策划也有他 就是起了个头也什么 什么建议都是你说的 你现在跟我说 不乐感 我觉得是不可思议 一直不断地给我信心 一直不断地 慫荣我出权出力 你最后 就让它自首了 或者规案了 可我们来去 你早就不想干了 这个 犯在谁身上 谁也接受不了 他就一直在辩解 自己是被威胁着来的 自己也不情愿 来做这件事情的 但是我们也看到 其他的同案犯的人 都在讲 说他在预备阶段的时候 是表现犯罪意志 最强烈的一个人 如今姜某等人 马上要面临法律的制裁 而当初感觉 就不会有多大事情的赵某 也悔不当初 他告诉记者 虽然小时候 自己的父母不在身边 但是爷爷对他的管教 还是挺严的 家里各种都很严的 就是做出事挨打 就是很严的 就是他也不顺心 他不高兴了 我就从那里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了赵某上中专之后 那时候的他 对自己的学习及人生 产生了怀疑 我就是感觉 那时候感觉 人生没有意义 或者找不到自己 找到目标 找不到 当时就想着 不知道怎么讲 本人没意义吧 挺不愿意的 像我们那生 就用打工赚钱 取妻生子 就这样被子 就找到意义 就喜欢吃起 就是别的 告诉你本家 挣钱 然后 取妻生子 成为一个新的家庭 然後把我內生遮密的人 輟學之後的她 就隻身來到上海 回到父母身邊生活 用趙毛的話說 和父母見面後 感覺既熟悉又陌生 剛來到上海感覺不是 她有心中和弱的感覺 而且覺得 一直在打工不回來回家 所以結果也沒那麼想過 然後現在的話就覺得她們挺辛苦 所以想打工正經驗 打工正經驗 如今輕易放棄學業的她 將會面對因為自己的無知 所帶來的懲罰 她們四個人 因為她們有欠債的 多的人欠了差不多四五十萬 少的人欠了兩三萬 都是被追債的 我本身以前生活成績也挺好的 就是不光就是連借別人的 全家上自己的存款用的 大概大概一百三十萬左右 對不對 還要打牌 就是我還要做牌 就是 那時候是本人寫下來 就是 感覺 就是 有點 就是 能有 全家上存款達到七位數 在外人眼中 她可謂是 人生前途一片大好 但是背地裡 她把一百多萬的積蓄輸光的事情 家裡人並不知情 平日開銷還像以前一樣 而江某為了維持人間風光的形象 她不得不走進貸款公司的大門 就是一直捂著這個 捂著這個火山口 就是不想把家裡招 一直捂著 但是 當江某的債務窟窿越來越大時 坐持山空的江某 再也坐不住了 但是 貸款公司是吃了不吵過頭的 就這麼說 當時如果說犯規之便 我跑過頭 我也 就是 在我就爆掉了 自己的就爆掉了 就好比說這麼說吧 我借款借了十萬 就是在這時候的 就是借款借了十萬 我辛辛苦苦累 上班什麼東西的 完十萬塊錢 還了半年之後 結果十萬非但沒少 還多了一點 據江某交代 自己也覺得這個搶劫計劃 實施起來有些不靠譜 但是實在是因為自己 欠高利貸欠的太多了 並且也不願意向親戚朋友 去借錢還債 就覺得靠譜 剛才是也是有多方面的原因 我呢 是因為就是 就想搶那種錢一次 當然你 就是 這不是我的欠的經歷 所以我爸就是我家裡 就是我父母 從80年代 八幾年的時候 開始養殖 就是看我們當地也算是養殖大戶 從九幾年的時候 就是 這麼說吧 在我們鎮上 我家屬於說是 虛世可守的幾個富裕 那後來呢 後來就是 財政就是 養殖開始虧損 就是沒有什麼苦澱 這就是東西的 為了維持住這個 幾百多亩的魚床 現在父母也借了不少的錢 家庭的變故 令江某在小小的年紀 較了解到人情世故 那時候的他 雖然沒有能力 替家裡解決什麼問題 但是在他的心中 卻已經深深地埋下了一顆種子 我印象最深的是 大年開始我家就有人來要錢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很小 就是 感覺這社會吧 就是 沒有什麼 情感可以 在我眼裡 我這個有可能是我極端 但我覺得是有利益 從我 就是 正式出來 就是上班 就是 房間社會的時候 條件好了 鎖座上也有錢了 我鎖座上也有錢了 我也買房了 從我條件好了 我也 老家如果是別墅也到了 我自己 就是 我自己在城市 我也買房子房了 鎖座上也有錢了 家裡親戚朋友什麼東西的 那個時候 對我家裡的朋友 又是一個 臉色 就是用人情嫩 人情嫩來來說 那時候人也就有點膨脹了 因為 能夠有這個心理 我要讓其他人知道 我 以前是 說借了你們多少錢 我現在 我又起來了 我就說就是這個情感 但是後來我又欠錢了 我一直想捕的這個 就是不想讓親戚朋友知道 沒辦法 所以說我就寧願去冒一次險 但是我要維持住 就是家裡的人 就是這個面子 這個問題 你知道嗎 也許是因為江貌在很小的時候 就保償了人情的冷暖 所以當他成為賭徒 並把家裡一百多萬的積蓄 輸光了的時候 江貌決定鋭而走險 你有可能說 在這個 我們做的這個案 有可能說是漏洞百出 或者就是說 在別的眼裡 別的可笑 這個社會居然還有人去 搶劫 這個社會 就是這個 這麼科技高的 就是發達的社會 什麼 像上海這種大都市 到處都是攝像頭 到處都是說 治安這麼好的地方 我就說是 哪怕就是為了這些 我都會 都願意去挺安 走運 我就說不想 比如說大家 他在第二年他在上門 跑賽 就是這樣 我就是事情是我做的 我就想就是自己體育他 錢在我環掉了之後 我老爸當場被警方擊斃 我也無所謂 我不想再經歷這件事 說到解析集思廣益 觀眾朋友繼續播出夜線 到場嘉賓媒體人傑文金先生 馬廷德律師 歡迎兩位 馬律師 這個案子讓我有點糊塗 他這到底是個大案 還是個笑話 我們一個刑法 來評價一個大案要案 首先這個行為 我們必須講過 一個主觀上的故意 和客觀的行為 這樣一個結合 來判斷這個案子的走向 比如說我們的定罪和量刑 這種情況下 搶劫肯定是我們刑法 重點打擊的一個犯罪行為 但是在本案的具體情況來看 確實這個重點打擊的犯罪行為當中 從犯罪的後果和場所情況來看 確實算不上一個大案 那如果要說量刑的話 他會怎麼判 一般情況下 我們的搶劫是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 那麼有刑法規定的八種情形 比如說多次搶劫的 入口搶劫的 搶劫金融機構或搶劫什麼 抗衡搶遣 抗震救災這樣的物質的 我們一般是要十年起點 好多人是覺得 你看搶了又沒搶著錢 那就應該沒事 不對 搶劫是行為犯 就是只要你去搶 就會判 他跟偷竊不一樣 沒搶著錢也得判 那現在呢 就說起這戴眼鏡的孫某 按說他聽著像個主犯 但是呢 其實他在現場什麼都沒幹 然後他扭頭就跑了 他還找警察報了警 把同伙都給抓住了 所以這個孫某他到底算什麼呀 那麼縱觀這個孫某的 整個情況來看呢 確實他的行為 是給咱們這個社會造成的危害性啊 不是跟他們其他 另外幾個三個人比嗎 沒有那麼大 而且呢他有這個一個 這個自首的情節 這麼說起來 一可憐巴巴 其實什麼都沒幹的人 他只是吹了吹牛而已 他能不能 他有沒有可能就不 就不判說這人沒什麼事啊 這個是不可能的 搶劫隊啊 我再次強調一下 他就是個行為犯 你即便是我就出出了主意啊 然後我就起到了一個 次要的作用啊 也不可以 因為恰恰是你幫他們出了一個主意 這種情況下 因為你參與了在犯罪預備 和實施這個過程當中的 某一個階段 從而導致了這個犯罪行為的發生 甚至是完成 所以這種情況下 我要提示的就是 不是說我沒有去 這事就沒事 不行 我們法律一方面鼓勵你去自首 主動投案 你要簡訊你的處罰 另外一方面呢 如果說本案當中 孫某說 我就想徹底免除我的牢獄自殺 我一天都不想在街裡待的 怎麼辦呢 必須徹底阻斷其他三個人 來實施接下來的這種搶劫行為 才可以免除他的什麼刑事處罰 所以孫某沒有這麼做 所以說你不是說你做了以後 我後面不參與就不行了 不可以 你沒有徹底阻斷這種行為的發生 總而言之 這種策劃犯罪的事就別掺和 哪怕你只在裡邊吹牛了 也不可以 哪怕你沒跟著去 只要你前期參與策劃了 您也犯罪了 除非從一開始 你就勸指了這幾個哥們 最後都沒去 或者是他們從開始策劃的時候 你就已經報警了 使得他們根本沒實施 那才算沒事 對 聽完這個馬律師和您說的 這一個系列以後 我真是感慨萬千 我覺得這簡直就是一個 在今天的一個就是 非常 越看它 越不像一個新聞報道當中的罪案 越看它 越像一個文學名家手下的巨著 對 這個特別像 它不是一般的喜劇片 我覺得如果這是一部作品的話 在中國它就應該是魯遜寫的 是吧 它在俄國它應該是國格里寫的 它在法國它是巴扎克寫的 在美國它應該是馬克兔文寫的 是吧 反正你就覺得它是 它真的 它有的人家就覺得 就搶劫往往意味著非常嚴重的罪行 但是有的時候 就是我們摸著良心來說的話 看完這期搶劫案之後 你會真的覺得甚至有點可笑 但是笑完之後 再思考一下的時候 你會發現 其實撇去他們之後的 種種犯罪的罪行不說 他們犯意俱合的這一部分 是非常值得我們警醒的 原本人家說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結果這四位賊 這四賊犯罪是各有苦衷 然後這種苦衷呢 其實又不是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 都不是必須要用 如此罪行深重的犯罪行為 去釋放的去抒發的 那為什麼最後搞成這樣呢 我想恐怕是因為他們此前 沒有一個釋放自己在生活當中 積累起來的這種難處 對社會的怨意 對社會的怒意 甚至是恨意的這樣的一種渠道 其實我們可以想像 如果有一個機制 能夠讓他們平時的時候找到 讓他們可以聚在一起 哪怕給他們一個小時 訴苦抱怨是吧 聽他們說 幫他們想辦法 讓他們感覺到有人在關心他們 他們有出路可循 其實這件事情根本不會發生 但是為什麼我們在 往往在與人相關的 最關鍵的這最後一公里 是吧 我們社會治理與人 最後連接起來這部分的時候 這個心理的訴求 這種我們說這樣的一個叫做 心理援助機制 為什麼沒有很好的把它建設起來 所以您說的那個 如果這麼一群人 能夠找到很多那種互相傾訴 互相安慰的平台 那股子氣發泄出去也就完了 但是我們一方面缺這個 心理關懷的這種社會機制 一方面在互聯網上 真的是有一些亂七八糟人 扎堆的那種小群 在這之前我也看到過 類似這種群 比方說群名就叫 撈偏門挣大錢 一群這種人聚在這裡邊 每天胡說八道 就互相吹牛 咱是搶銀行啊 咱還是搶汽車啊 然後互相特別狂 假裝都稱赵大俠好 王大俠好 後來又不是怎麼互相穿的 這就真去了 其實也沒做成什麼事 但是把自己擱進去了 罪名還不小 對 當然這個是一個 常態動態監管的過程 但是還有一個事情 是我們自己可以避免 陷入災難當中的 就是對於這個借貸的謹慎 不管是高利貸這種東西 印子鉗 鋁打滾 是吧 有很多說法 一個是它是絕對是不能沾的 第二個就對於學生 青年人來說 現在大量非法的小袋 大量非法的一些這個什麼 甚至有那個過去的 那種裸袋等等 這一些都是不能夠這個接受 也不能夠去接觸的啊 因為一旦陷入進去以後 它非常難脫身 所以這也是一個希望大家 能夠自己去避免的問題 總而言之 這四位大哥是各有各的問題 各有各的困境 各有各的糊塗 現在呢 是應該各受各的懲罰 但是說實在的 從他們的行為上看 還算不上是特別 凶惡的漢匪 所以我們希望 有朝一日 他們也能各有各的救贖 但是他們也能夠去避免 我心裡有各種的 但他們能夠去避免 也能夠去避免 避免 那些人也能夠去避免 而且他們會去避免 那些人 就有多時候 再次回到 那些人 都不去避免 你們 都不去避免 但是他們也能夠去避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